Nio聊世紀,天眼多個星 大家好,我是Nio 今天來看維京人對上朝鮮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有一陣子沒有看到Yo NBL最近也是瘋狂在打天梯 他最近應該失戀了蠻多新造的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這場的朝鮮人 這怎麼對付維京人吧 先來看一下維京人 維京人的文明特色是由免費輪走技術跟手推測 所以經濟上來說 他是所有文明裡面經濟最好的文明 但是科技線來說的話 他是非常殘的 沒有火槍沒有火炮 但是他有這個大通車可以用 所以可以多多散加使用工程器的部分 維京人的話比較適合打步兵 步兵血量很多 這個劍兵勇士可以到84滴血 維京皇戰士雖然血量也是多一些些 但沒有比劍勇多 而且維京皇戰士的缺點就是 雖然跑得快 但是他沒有吃到軟甲技術的關係 所以很容易被劍使給射死 所以維京人右這邊可能會打一個弓兵系 配中甲步兵吧 這個劍兵有私系的 不會打狂戰士的機率會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這是我自己的猜測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方朝鮮 朝鮮的話他算是投石車特化的 投石車的攻擊最小範圍可以說到最小之外呢 他還可以把投石車的攻擊距離拉長 他這個科技呢 就是有點讓 投石車變更強一點 那我覺得朝鮮最厲害的還是他這個議程技術 他這個銀罐點下去之後 劍塔可以射得非常非常遠 我們之前有看過NBL 還有這個黑拉都用這個朝鮮 使用塔攻全境封鎖的戰術 都打得非常凶狠 直接鎖過 所以我覺得朝鮮人的話還是比較偏劍塔文明 那朝鮮人劍塔一開始不會比較厲害 他只是挖死比較省而已 一般人玩打塔攻的話應該是要四個人去挖死 那朝鮮可以兩到三個人 看你的這個連環塔的速度進攻模式而定 那我推薦是三個人 三個人會比較穩定一點 當然你要四個也可以 你要瘋狂差也是差爆的 那朝鮮人的話比較特色的地方是 他的軍事陸地單位是有木材截面的 所以出工兵啊槍兵啊毛兵 都有一定的不錯的加成 那其餘的部分的話 朝鮮人比較適合打這個馬戰車 還有工兵系的部分 那薄兵跟騎兵其實都不太行 主要都是因為沒有一級攻的關係 三級攻跟三級防的關係 那馬的話也沒有品種 但是到了帝王是在後期 真的需要一些騎兵的時候 還是得出一下這些弱馬去擋下 這是朝鮮比較薄弱的部分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地圖 那目前看起來 NBL地圖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好 因為他下面這邊非常廣闊 我自己是遺漏在外面 如果要圍的話也只能這樣子圍 圍過來TC連防 然後這邊也稍微要圍一下 不然就這邊直接圍到底 圍到底的話後面會有漏洞 所以這張地圖對NBL飛台說不太友好 而且是非常難尾的 而且金礦處兩邊也不是太好的位置 都是偏對方正面的 沒有在後方 那我覺得這張圖大概只有30分吧 二三十分 有點真的偏懶 好現在來看一下右 右的話這就很舒服了 金礦在裡面了 而且這邊可以小圍一下就可以圍起來 這邊稍微圍一下 後面這邊再直接圍到底 哇這個幾乎快要天土了 這邊就算這邊小圍 大概至少有合格吧 六七十分喔 七十分左右有 這邊主要用他一塊眼鏡也在後面 要怎麼圍都很簡單 而且這個果子區也不會太差 前面這樣圍的話也可以輕鬆守住 基本上要守的地方就只有這個地方而已 那這個地方要圍也不是太困難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圍進門會怎麼打吧 好 又這邊直接刺猴互打 結果MBL輸掉了 MBL在封建室帶損失了自己的刺猴 他在封建室帶的圍巾人 這邊是要打一個肉碼 等一下一級農一級木 在灑第一片田之前 就點下這個獸根技術了 那點完獸根技術 還是要先把這個羊吃完 這去灑農田會比較好 當然也是可以先掃 那為什麼要先掃 因為要先把殘血的村民拉掉 避免你在拉村民的時候 你會拉到殘血的村民 出去打架幹嘛之類的 就會很麻煩 這個是我們以前很久的影片 都會講的事情 最近都沒什麼在講 大家不太在意事情 我就不會一直講 我覺得講的有點累 好 來看看射箭場會出什麼 出這個毛病 已經出毛病了 因為人家也出毛病了 出弓兵只會被壓在地上打 好 你看這邊圍巾 輕鬆圍啊 就算這裡不圍也沒關係 這邊直接小圍也是輕鬆圍 這就是70分地圖的威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MBL MBL這邊超慘 他一定要變成超級長方形的一個領地 防守成本實在太高了 而且也不太容易守住 右這邊是決定 要來點一級射 點一下這個毛病的射程 那騎兵的部分呢 刺頭也沒繼續按 兩邊應該可能是要 來迅速升到城堡時代 才要繼續開打 好上方有非常多的木牆 開始被搭建了起來 你看這邊MBL 防守的時間喔 蓋這個東西就要非常久 雙鳴就不能採東西喔 就只能蓋這些建築物 上面蓋完就算了 他下面還要再蓋 防守成本其實是右的快要三倍了 MBL這邊開局就有點慘 只能被迫防守 那地圖戰的時候有兩種打法 一個就是像MBL這樣子維持 但這個方式不太推薦 那為什麼不太推薦 是因為你耗費成本高很容易被打輸 另一個方式就是打強軍事 朝鮮直接打個裝甲塔 然後配轉小弓毛兵 直接打個封箭 封鎖敵人架 然後到城堡時代有機會 再來偉大就好了 這是可能會比較好的一個做法 地圖爛死後 朝鮮裝甲塔挖石頭又有優勢喔 所以多少少這個裝甲塔 還是可以打好點東西的 但MBL這場沒有這種做 他是一個正常開 他感覺又沒那麼容易被他插成功吧 就算插進去眼睛 讓對方看到上到城堡時代 因為圍巾人 這個文明是精進好的文明 但結果是由MBL這邊先點上了城堡時代 這邊毛兵護袖 之後繼續無雙 趕快去敲敲自己修道圓 要來撿聖物了 MBL點下了二級色 還有雙面斧 一級伐木 但是戰毛兵沒有按下去 右這邊是由於按了太多的毛兵關係 所以上時代偏晚了 而且肉馬也是按了一些 MBL這邊是完全 是超級省資源的打法 目前看起來朝鮮的打法算是偏攻兵系 然後再按下生旅 也沒挖石頭 TC也沒開 難道要出工程器製造所了嗎 前壓是不是 看起來是喔 拉了一吋出去了 這裡已經看到對方家裡 後方有點被弄 很多村民沒辦法好好的伐木了 前線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右的話是在下方蓋起來TC 後面這邊也直接圍死了 待會這邊要開TC也是OK的 前線工程器製造所 超型又來打 升頭戰術了嗎 看起來是喔 這邊用慘了非常多的長槍兵 出來想要防守 對方圍劍人 直接轉出青旗兵 圍劍人的青旗兵也是偏爛的 因為他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防 城堡時代的話是可以打 到地龍時代的話 就要思考一下要不要繼續打 好這裡用一隻毛兵 用三隻毛兵慢慢解掉 對方的燒了 MBL打的還算是偏正常 但對方騎士慢慢出出來 而且這邊還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按了一台衝車啊 想要來直接硬頂啊 裡面兩台投石車不知道能不能守住啊 這邊要來看一下槍兵按的夠不夠多 戰毛兵有沒有升級啊 好這邊直接招到兩隻騎士 MBL這邊招得非常漂亮 頭車一出來直接砸掉了衝車 最後還是守住了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但後面的勝率可能跑不掉了 燒掉 好 那以正面前央來說 MBL的軍事非常強大 那以開農的部分來說 又這邊經濟非常好 3TC都開下了 所以現在村民是由MBL落後一些線 又領先了大約10村 然後MBL前壓之魚 也蓋下了自己的第三個TC 直接開了兩格 又來直接暴農一波 這就是比較常見的一個打法 就是軍事前線給壓力 後面偷偷開農 又這邊的話 防守部分可以直接考慮去挖石頭 大家一講我就會挖石頭 對 防守部分的話可以考慮挖石頭 然後把城堡插這個位置 甚至 我覺得這個位置應該是就不錯了 或者是把這個防守場抵掉 蓋這個位置也可以 那我會比較喜歡蓋比較中心一點 因為這邊大放我的位置我都可以守住 比較不會有防守遺漏區 好 那又這邊開始爆挖石頭 黃金 絕金 一級絕食也都點下了 繼續使用清騎兵想要去偷對方的生侶 偷掉一個生侶之外 還打掉了兩台投石車 又這邊 清騎兵秀得非常漂亮 MBL這邊損失慘重 兩個投石車跟一隻生侶直接倒地 又這邊果然轉出了自己的工兵 清騎兵沒有繼續出 這個時間點工兵應該也不會繼續出了 因為待會就要來點地龍時代 這邊可能要考慮買賣一波 但對方沒有來前線蓋城堡 所以又這邊上地龍時代壓力其實沒那麼大 應該可以再偷農一點點 再偷一些經濟 繼續拆對方衝車 引砸 把這個戰毛兵砸到非常殘血 又這邊操作秀得非常漂亮 讓MBL的錢要直接被打斷了 投石在那邊互發 沒打到 閃一下高打第一 插邊球 但是又用了一隻騎士解決掉了 勝率來不及招翔直接低調 目前MBL經濟上是略厚的 有點略輸 結果城堡居然有機會可以往前插 這個防禦前線城堡 蓋完之後就可以穩穩的上到地龍時代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再把工兵往上拉 想要去拖家 你看這個是一連套的 他不會讓自己的兵擺在家裡去發呆的 一直出兵一直爽 絕對不會讓自己的兵有閒置的動作 因為你的兵就是你的經濟之一 想把對方經濟搞爛 就是出兵打他家 但是家裡有戰毛兵防守MBL應該可以輕鬆手下 這邊看好不好考慮開始插箭塔 朝鮮的箭塔也是蠻反的 除非對方圍巾轉這個大充車 哇靠 結果又是打圍巾狂戰士 才剛說完 近期的圍巾很少在打圍巾狂戰士 結果他這邊就直接打了一把 秀給我們看圍巾狂戰士的真正用法 那我覺得圍巾狂戰士是很適合搭配充車的一個單位 非常好用 MBL這邊是選擇打馬戰車 馬戰車的這個單位是比較害怕對方的長槍兵 而且又是維京人 維京人在點下銀罐之後 有這個酋長 酋長也是可以對馬戰車增加這個外傷害 所以這個MBL出馬戰車可能要小心一點 還是要搭配一些強弩去做掩護 馬戰車的動作會比較好一點 但這邊他資源其實不太夠 現在開始慢慢被右推過來 下方弓兵也是繼續騷擾 這邊直接用戰武兵守住的上方 頭車直接砸了一發 又受到了傷害 這邊石頭能繼續挖嗎 好像可以挖 挖一挖之後又蓋了一個燒戰 喔 瞭望塔 直接防守 下方的弓兵直接送光 頭車繼續砸 兩個馬戰車直接回家 點下了化學 化學點完之後火炮就會出來 火炮來拆劍塔 或是拆對方的投石器 都是相當方便的單位 這邊稍微減數一下 兩倍數看起來有點習慣 中間這邊也在開打 這就是頂尖對決 兩邊瘋狂打來打去 MBL這邊現在有高低優勢 所以現在右的城堡的血量會比較低一點點 但後方MBL拉的村民也是蠻多來修的 這邊又補下了一些火炮 火炮可以及時去反制 但是危機狂戰士突然衝了出來 這邊巨型頭司機能夠守住嗎 來看一下第一發的衝鋒傷害 OK 這一波衝鋒換掉一台巨頭可以接受 但是自己城堡已經被換掉了 對方巨型頭司機還有三巨頭的優勢 這邊能砸掉一台嗎 哎呀 真的砸掉了 又這邊損失了一台巨型頭司機 有點虧啊 而且城堡也掉了 這個就是現在韓國的優勢喔 科技優勢 火炮一出來就很難纏 好 又這邊果然轉出了裝甲衝車 出衝車的好處就是可以無限亂頂啊 火炮的話也不太容易打中 除非他有預判位置 那在自主開火的情況下 衝車是有機會中到火炮的 那時候這些衝車就無視敵人了 到處亂頂 這些衝車打工程器單位喔 是非常痛的 好 結果朝鮮這邊轉出裝甲步兵 哇靠你跟圍巾打步兵 這個是有想法的 有點怪怪的 跟圍巾打步兵 看著看著就笑出來了 你是認真的嗎?MBL 難道我又錯過了什麼招嗎 朝鮮打步兵 這個我真的沒什麼想過啊 這邊有火槍 強弩 飛打還有馬戰車 還有這個劍塔 有必要打到雙手劍兵嗎? 撲兵器有這麼必要嗎? 這個我有點疑惑 好 圍巾人這邊點下精銳狂戰士的升級 大衝車也升級好了 哇你看這個衝車血量270滴血 吸了非常多的箭矢傷害 城堡這邊轉出了一台火炮 但衝車其實可以去點的喔 來硬頂火炮 來看一下這個火炮 被頂一下會不會絕頂升天 一頂就爆了 真的升天了 這就是衝車 大衝車的強勢之處 可以吸這麼多箭矢傷害除外 工程也是相當好用 而且還可以讓這個圍巾狂戰士 駐軍在這個圍巾 這個衝車裡面 圍巾狂戰士就可以躲掉箭矢 接觸對方的工兵單位 迅速反擊 好這裡有兩隻火炮落單 被三隻圍巾狂戰士抓了個站著 哇尷尬了 NBL這邊前線中間後面 都出現了防鎖上的問題 通常這裡是有機會把這根箭塔給拔掉 好 來頂兩下就可以 再一下 還是要再一下 哇還要再一下 插一下39滴血守住了 好 那目前 圍巾人的打法 算是蠻適合圍巾現在的打法 因為圍巾很害怕火槍跟弓兵 但如果有這個戰毛兵 配上衝車去吸傷害 然後再用戰毛兵去反制火槍兵 弓兵的話 其實是一個很好搭配 好 圍巾狂戰士直接開圖這邊的村民 村民已經開始下降 MBL村民之物下降剩下118隻 上方兩邊也在互打 中間中線的部分 MBL慢慢被推了回去 但是中間還是有很多戰毛兵做防守 戰毛兵打馬戰車也是相當好用 所以現在朝鮮人 出火槍馬戰車 MBL只要出戰毛兵 基本上就可以全打贏了 目前他還是要展出一些常見兵 但常見兵的話 維京狂戰士也不會打輸 正面也是打得贏 所以這個局面對MBL來說是非常難受的 那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出火槍 直接轉這個 頭石車 然後配戰毛兵 然後後面火槍少出一點 不要出那麼多 轉點強弩之類的 可能會好一點點吧 畢竟維京狂戰士很害怕強弩跟火槍的 雖然需要出 但是不需要出太多 頭石車趕快升上去 去硬砸這些維京狂戰士也是個辦法 砸衝撤也好用的 MBL這邊三個聖物直接噴了出來 待會還要再補一下書道院 這邊部分維京狂戰士繼續秀 現在瘋狂打多線 讓MBL有點 渾身乏術 有點不知道該怎麼打的感覺 火槍這邊直接去追到後方 正面有更多的單位走進來 但常見兵也過來了 這邊點下雙手見兵的升級 衝撤繼續頂 MBL的黃金跨幣控光了 這塊黃金是他的主金 其他黃金你看被礦在這裡 野金 太慘了 還好上面金挖完了 結果上面L這邊又蓋了一棟城堡 將來做根據地 待會直接硬頂 用這個衝撤來督根 上面部分MBL可以擋住 迴京狂戰士配上衝撤的硬頂嗎 投石機直接被迴京狂戰士給拆了 生蠔 經歷迴京狂戰士 每一分鐘可以回血 40滴血 結果這邊MBL打出了拒絕 衝撤直接頂爆MBL MBL真的是頭很痛 沒有升級投車是他的硬傷 但火炮確實也抵擋了一陣子 我覺得這張MBL會打出 主要還是有點看地圖的關係 地圖也沒有很好 雖然他前面強軍是打得不錯 但我覺得剛剛那一波 騎士 輕騎兵去把他的頭車跟勝利抓掉太傷了 如果沒有被抓掉的話 還有可能就去深入 甚至拆掉 右的這個中間的城鎮中線 讓他後面的農田區 遭受到攻擊 如果能傷到的話 MBL這邊就有機會可以逆轉 很可惜喔 右這邊 維京人 經濟太好 直接濃爆一波 用資源砸死了MBL 還出了這個大通車直接硬頂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吧